第二節回來,重溫的網友未必看到剛才的影片,所以我先出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話說,有三名,阿叔,你看看,露下的肚腩,我們那樣 話說在駱駱舟站,司機上了車,司機上車不代表他要開車 因為第一,他未夠時間,司機也要搞到後鏡,看看才會再開車門給客人上車 誰知他就等不及,自己開車門上車,結果被司機問他做什麼事,說回他下車 就被這三個人,就這樣說,再等著我時間,搞巴掌,你不知道誰人 你什麼東西啊,你什麼東西啊,哇,多噁啊,再等著時間啊 狗巴掌,重磅,露下的肚子,沒有人生的,搞巴掌,你看那些牙,那些 不知道是否剛剛上去深圳弄牙呢,可能是中牙上去 這些真是刁文,真是當真嗎? 你講時間,你不是自己搭的士也好,叫乌巴也好,開車也好 你不要亂講,這個B1,由這個落馬州鎮,途經元朗啊 是,你怎麼知道有沒有藤條在那裡啊,哈哈,你怎麼知道 但是不是白衫啊,這些,喂,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他們有沒有帶藤條啊,大哥 你怎麼知道,就是這些,就是不知為何我們本來對元朗的感覺不是這樣 不知為何,你經過元朗都會緊,那些人好像特別,特別是奇而怪狀 一樣不是,兩百人,你去到哪裡都說不通,是不是 不是,那些三個 不是,那你坐下 可能他瘀了皮,被司機說他,那他那一條戲頂不住 一吵架就什麼都 是,可能這位司機說一句,最侮辱他的話 喂,如果你趕時間就搭到屎了,那這三個女生可能真的不侮辱 而且司機可能純粹說,你們不能這樣上車 不是,那你幾個大哥,你沒有貨啊,大哥 這個落馬州回元朗都可能幾草啊,大哥 落草為扣就行,就是沒有錢,那要減少的 就是智能線 就是這樣,這件事也不用怎樣特別說 就是,都知道智能線又是 這個大哥,B1,大哥 又是洗了板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九八子欣,他今晚子欣沒有錯 你知道,那些司機求勞,大哥 你一早開冷氣,浪費一些冷氣,未開車,被人上去享受呢 他就大了,什麼人都找到公司 是的,那些司機人丟的 他大了的,有時候看著別人司機,補得著一份工啊 不是,香港好多人 好多人,你都沒得搞啊,大哥 越來越少人,你都沒得開巴士啊 就是,這三個真正常 就是刪回來 沒有辦法 你B1路線,你看回來 B1路線,你就知道,不用說 大哥,沿途,還要去到最悲情的地方 怎麼會天水遺腫罩 不是,我猜他的家人,他自己看了一些片子 他都不知怎麼跟家人去解釋 不是啊,那些街坊問他,你幾草東西都沒有嗎 那可能他就說,我不是網 我這全部是人民幣 我支付網 我還未想支付 但香港又不能賺到啊 就是,為什麼突然這麼上頭啊 就是,這麼急啊,大哥 那司機怎麼都會,就是,他夠鐘就開車了 不是 那司機夠鐘不開車,他更麻煩啊 就是,你夠了,你不就跟他說啊 你說,屌你,喂,大哥,你不用這樣 就是,那這些人就是 就是,那些人一向都 我想,那些本村啊 我不知是否住,住元朗在哪 他都是走這一套啊 唉,真是瘋狂 就是,那些奶茶到你了,好嗎 喂,我要大杯啊 不過,阿姐,最近他這陣子呢 就是,很多些失常的事情 都有一些人,叫苦連天 什麼 大家知道,現在又說,香港的店鋪 商下的空置錄又創新歌 比如,商下去到16.5% 好啦,那,就算11,長隔幾 那些照片 都說,不似預期啊 就算旺金的時候,都不旺財 旅行團都回到之前的五成多 還要旅行團幫襯你的錢 跟以前的一百年相比都還有一段距離 是,是 會有人毆 EM mega 甚至,大家看吧 的,說到怎麼 這個,首先,酒吧業,錢俊永 說,兒冷曬民 我們水心火焰 堄三成 香港沒有夜生活的嘛 走什麼巴巴呢 以前是 總之有一個成語 香港人是不會發生的 那個成語叫夜夜生歌 嗯 對不對 老實講 老實講 現在香港這四個字 真的跟香港不符 什麼夜夜生歌 香港人沒有夜夜生歌的 真的沒有這個字的 現在沒有這個成語的 香港人不斷夜晚 夜晚的街頭就只能過 你傳一部 像和合石一樣 幾能 快點回家 我寒冷 現在還用秋天到 快點回家 沒有人 做些建制派 不能叫救命 除了他之外 錢俊穎我們再看 去到 張宇人 說政府不會做生意 不要緊啊 你給我們環境 我們自己做 但是你不要破壞環境 搞壞環境 搞到我們難以經營 現在是結業潮啊 你狼狼狗 這個就是你帶頭 你老尾 你自己做了20元 把你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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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 你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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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鴻基在展貿中心搞檔事 都叫他掌握 識溝張宇人嗎 他老爸說張智威 以前捉總局執委 海誠夜總會 你搞這麼多事情你沒有辦法 現在香港最狠狠就是這些人沒有辦法 你就死狠開了 但是我不是 我覺得我是有辦法 但是你問他什麼狠狠 因為巡迴演出 我去完大家樂 吃了完焗豬扒飯 我就去美心吃 你這個狠狠 你想想 這傢伙是商業議員 進行政府議員 唉 屌你了 然後你有份造成這樣的 然後你自己在扮 你沒有辦法 你業界問題嗎 你知道前陣子業界最狠狠 我想什麼辦法 現在業界為什麼這樣呢 就因為屌你了 那些人沒有禮貌 你這個狠狠 多一點笑 你屌你了 為什麼你張宇人啊 你和地產界這麼狠狠 你有沒有叫人減租啊 夠不狠夠膽啊 你帶頭叫新鴻基啊 叫祥實 叫恒朗 吃了那些所有的 現在新世界都不行了 你叫全兩部減租的食肆 然後跟這些食肆說 喂 你減租 你便宜一點啊 香港你這樣才屌 你香港人的氣 現在香港誰人都知道 喂 我晚上去一間十九餐廳 我給你屌老母之餘 我還要給你八十塊吃個黑餐 我說是黑餐 你老母是黑餐 你說為什麼這個營商環境 營商環境 你張宇人從來沒有帶頭搞得好嘛 那說真的 張宇人呢 又出個狂的 就說孫女和阿爺去蘭桂方喝酒 又用嗎 難怪去蘭桂方便給了死城啊 混蛋 再看 還有田北辰 零售市道 市場最差租金人 要減三成才捱到 向政府欠了戒 政府沒有反應給我 受不受 我這解完全沒有反應 都不回答你 讓你臭死 當然了 現在G2000都要賣 你見長山環廣場啊 G2000啊 都要賣那些屌你跳樓貨 以前怎會做這些事 他這輩子這麼懶得G2000啊 YouTube以前夠懶得屎屎 現在G2000哪有人賣 就叫你有沒有HIGH 三百元兩百元的外套 他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你問現在所有觀眾啊 你會不會真的G2000 和Youtube買的衣服啊 不懶得我去的嘛 香港零售 你自己做的HIGH 我見到很生氣 現在那些人 那些 那些 那些小名牌啊 通界連鎖那些賣衣服啊 你老母臭 我現在賣羽絨 嗯 你會不會走進去看 嗯 我見他們在賣羽絨 你老母是不是傻啊 根本你根本不肯住 根本不肯住那個節奏 你記不記得 之前林健鋒也是商業議員 行政會議立法會 在那裡哭 是嗎 又笨勇 是藏腦來的嘛 那些賣羽絨 那些賣羽絨啊 田北辰啊 全都這樣覺得 之前那些人都說什麼 現在由智及兄 是 是 是 你老實說 喂 你不就空置稅 你老母叫你業主減租 你敢不敢敢做 你不敢敢做 你又不敢敢 你不敢捏大媽沙春 因為 好多他們幫他做事 另外出了一份工資 是嗎 喂 他安排你拆旗 你老母做 有他們 你才可以做到這些所謂 這些特別的議員 你記住這些人 永遠都是 你猜他們 喂 真是有業績啊 沒有業績啊 香港浪費了 真是 我說 誰都知道香港租貴的 沒有人敢出聲啊 誰有人敢出聲啊 整條街 整條街的吉舖 多個 多個 有做了 為什麼不想知道 誰人都知道什麼事 你不要吵 你吵你了 吵你了 即是唱糟糕香港 你一是怕一些疑問 要是吵你了 打到國安處 吵你了 舉報你了林康正 你想想 那些傢伙 平時對政府 投贊成票啊 要客氣啊 叫你說好的時候 你出來說好 我說到時候 錢不下袋了 就出來喊救命 你這把不加產 還說 立法會還說要 議員還說要加薪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以後其實已經 水消立法會沒有花錢 但其實不是 以後你做立法會還行 是沒有人工的 嗯 即是你是憑個信念去做 是為香港謀福利物 不應該給人工的 因為你負財賣錢去做啊 你這些傢伙沒有大媽傻來的 大樓的媽傻 你全部有錢都來的 張宇人全部有錢都來的 幾億身家 用錢給錢人工的 你現在是為香港服務的嘛 你好像我們 我們國家主席這樣說 嘩 是不是我們為國家做多多事 嘩 你一帶一路 是不是 你做不做得出 做不做得出 你包含家 當然啦 如果他們要做事 跟進一下這宗 這宗很離譜 話說前來 在上一句星級 醫館 弄了一個叫做 千人華服 賀國興 你看到 很多人穿著一些戲服 不是 他華服 有少女的學校 學生 曾曾二壽 全部都去了 好了 這宗就是文類局 即融入行 康文署就主辦 是 然後一齊 然後承辦方就叫做 韻力動力基金人 咦 這些似乎之前 不是有當事 又搞什麼武功 你 那個 在尖沙咀 文化中心 是的 有一個大陸 婆婆出來 又在那裡玩 叫學校出來 穿了華服 又那樣 就是戲服 你個個都是引子丹 他說什麼 是千人操的 但是他千人操 只有幾十個學生 那些記者問 為什麼一千人給了幾十個 是 是 是 我心想 如果這些活動 是搞一千人 每一個人 那就搞一千 如果加起來 這樣叫做千人操 基本上那些 上一次是一千四百幾萬 是 那些錢不知道要花在哪裡 因為那些是免費的 華服那些是反而 那些學生自己要貼錢的 嗯 好了 但這宗還差 上次那宗武林勝會 我記得 都說要一千四百 幾萬公司 是 很多學校參加 這宗問你康文署究竟 用了多少錢 用了多少公帑 是 康文署不回應 為什麼不回應 好了 問你為什麼會批給這個 承辦商 就是我們按著既定的程序 完全沒有說 為什麼你會批給這個承辦商 有沒有公開招標 你用什麼的準則 然後還要發現 另外一個叫做女童軍總會 是 因為他義務工作發展局 都一起負責去宣傳這件事 是 原來剛剛這三檔 這個就是彭允熙 一個就是他做兩個有分做主席 是 一個做臨時 還監製全部都是他的人 好了 有個角色的衝突 究竟那麼幾千公帑 牌允熙 有沒有錢落袋 是 這些負責宣傳和承辦 他有沒有代錢 是吧 如果你有代錢之下 究竟整個project 譬如他代了 我代了一千萬 你有多少錢丟回去呢 有沒有中飽私囊呢 為什麼他的科民署 不肯公開回應 有沒有用公帑呢 是不是私商售售呢 這個就是 你知道香港有個政府組織 近年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事 那個叫做連政公署 真是很久沒有聽過 有拘捕八戒營空 八戒營空 不是 未來可能做些事 因為未來又有連席行動 那裏正視劇 就是又說 又說 跟著你其實 喂 已經上一次那件武林 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什麼 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搞那麼多事情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做過事 你明白不明白 為什麼現在香港搞得這麼小呢 你老媽 你經常叫遊客來 那些遊客來 我問你了 我當你這件事 你老媽 你沒有賺錢 什麼東西是華服色 你看看那些人 有些人穿了唐朝 有些人穿了旗袍 有些人穿了旗袍 我們有個高官 白衣服 有些人 我們有位高官 穿了中山莊 喂 你了 你很完美 有些人 怪你了 你老媽 是有些人穿了幾件 穿了些人 就裝了 隱瞞 你明不明白 你要統一 你明白嗎? 所有事情你要做出來 人家看下去舒服 你老母臭,這些全部臨時語言 你老母你又穿旗帽來 我穿了一個唐朝 你老母你還在搞笑 你還在做頭飾 全全部無線借的服裝 不可以的 你要統一 連統籌力都沒有用 混蛋 所以人們覺得你老母給錢 你都不懂得賺 就拿去收水 所以香港為何搞成這樣 就說你老母 你那些人不是想搞 我見到這些人,你一搞不懂 還有這件事只是彭文希 可能其他人 為何我沒有分一杯羹 就踢爆你 肯定你覺得 有沒有只有我 你知道你很多有錢人的老婆 都想參與 幫政府做回一些事情 可能別人說下次先 叫別人不肯定 你老母是 所以楊錦彤這件事是你負責的 楊錦彤不肯定有空 不必交代 搞什麼 搞游淋碼頭 搞跑步 搞拆跑 搞煙花之前 你不肯定 搞什麼 現在有兩隻熊貓護體 如果他不肯定有兩隻熊貓 他不肯定有兩隻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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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肯定有兩隻熊貓 現在不肯定有兩隻熊貓 在說名 即你說這真是禮賓樂華 不如是這樣 肖物我們下一節 因為現在很緊張 澳洲又領先2比1 下一節我們講 波 嘩 講波